Hello 馬雲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馬雲離開了波羅倫斯的旅館 那我們現在目前要前往這個城市叫做Luca 那也是一個非常老的城市 那我們現在馬雲選擇走這個小小的鄉道 順便跟大家聊聊義大利開車的心得 第一個很明顯的義大利跟奧地利瑞士德國相比 他們的路況就是鄉間小道的路品質不是很好 那另外呢他們開車比較隨興一點 比如說限速50公里通常他們都是不會是當作參考用而已 那像在瑞士德國奧地利他是50公里 真的大家都50公里 在城市裡面真的大家都是30或50公里在開 那這邊不是 這邊他當作一個參考用 非常的明顯 所以就導致馬雲每次在他的城市裡面開50公里的時候 後面都會排一大堆車 不耐久厚啦 那馬雲也是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知道到底哪裡有車速照相機 所以等前面如果有車的話 我再跟著他會比較安全一點 你看現在後面那一台車又是貼上來了 而且他們這邊有一個問題 他們貼車跟得很近 會讓你有一種壓力 他們是每個人都這樣走 不管是男女老少 跟車都是跟很近 所以馬雲覺得蠻危險的 對 因為如果有想要去旁邊 零時路要轉彎 或者是旁邊有一個商店想停下來的話 就要提早打方向燈 好 先這樣子分享給大家 各位朋友 現在來到馬雲昨天住的飯店近郊的部分 那這邊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座城堡 也是中世紀時期的 其實在義大利 不只是一些一級的景點啊 像比薩啊佛羅倫斯啊 這種一級的景點 有時候在一些小鄉村啊 也可以看到一些 比較真實的古蹟 雖然有些比較維護的沒有那麼好 但是沒有人啊 有時候會看吧 這集是對白雲 還有一段時間 會看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 會看一段時間 有時候會看一段時間 會看一段時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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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